行情如選情 多空膠著 小跌6點 儘管美股持續走高 但台股進入選前第四天 行情有如選情 呈現多空膠著 週二指數開低後迅速上拉 但最後又灌殺 中場小跌6點 收9116點 成交量增至873億 在整個全球股市 資金面比較去寬鬆 那氣氛比較偏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短線上來講的話 台股應該都有機會 持續再往上去做攻擊 經管會主委真名中也信心喊話 說台股走的是基本面行情 股市的部分基本面相當好 上上跪的獲利到9月底為止是 一兆3000多億 跟去年比較成長的20% 第二點有關外資的部分漫畫回流 到上個禮拜五是1927億美元 游戲電商的網家 數字 商店街 情城 亮燈漲停 傳產的尚尾 尚銀 國統 F6灰 F帽連也都大漲 現階段其實就把盤面上的觀察指標來看 主要還是以中國生息的一些概念股為主 那比如說像是房地產 原物料 甚至像一些內需中蓋跟工具基建則有關等等的一些個股 短線上在題材上都有一些激勵的機會 動新聞綜合報導